腰椎管狭窄,只要这样做,不手术也能好 大家好,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除非出现了很严重的神经损伤 比如大小便湿镜等情况需要手术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得到治疗的 之前有位中年男性患者双腿疼痛麻木,不能走远路 去医院拍片检查,诊断为腰椎管狭窄 医生建议手术治疗,但是患者本身的医院 他是不想手术的,一方面担心身体受不了 另一方面又怕费用太高难以承受 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希望我能够帮助到他 我看了他的片子之后,发现他是腰椎管狭窄 压迫了神经,于是我建议他先卧床休息 减少活动量,其次少扳腰,少走远路 最后给他用一些脱水的药物和中药,让他配合中药治疗 三个月之后,他的疼痛和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 走路能够走一千米没问题,日常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